第十五集 西汉初期 经历了连年的战乱 经济凋敝 社会生产 亟待恢复和发展 刘邦面对的是一个 百废待兴的局面 首先从制度上来说 汉朝的很多制度 是由秦朝沿袭而来 刘邦将秦朝制度中的 弊端加以改革 正如司马光所说 加善惊恶 取势舍非 在不断地探索 与广泛的实践中 取其精华 取其糟粕 以事为鉴 以知星体 那么 刘邦都推行了 哪些恢复社会发展的政策 汉朝的制度 与秦朝相比 又有着哪些革新呢 河北省委党校丁万明教授 做客百家讲坛 为您讲述系列节目 评说资质通鉴第二部 第十五集 安邦大策 作为中国历史上 第一个不宜天职 刘邦在位十二年 但是你要从他登基 称帝算起的话 在位的时间不算长 但他确实干了不少事 那他都干了哪些事情呢 司马迁就讲 刘邦都干了什么事了 他用了八个字 成必一变 使人不倦 什么意思 这八个字就是说 刘邦所承洁的 是经过严酷暴政 之后农民欺义 然后把这个天下打得一塌糊涂 这样一个状况 是满目疮痍的一个状况 他承洁的是这么个局面 社会各方面受到极大的伤害 刘邦所做的工作呢 他激励大家 通过他的统治 使大家感觉到有了蹦头 使人不倦 就这意思 那么刘邦呢 他做的这些事情 司马光又是怎么评价的呢 司马光呢 因应当固 在汉书中对刘邦的盖棺弄定 评价他是什么呀 谁日不暇己 规模轰原矣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刘邦当皇帝 当的确实不安生 每天是忙忙叨叨 但是呢他创造的这个看待 他建章立志 使这个国家的规模气象 影响松远 他奠定了这个基础 司马光包括班固 这两位史学家 等于说认同他这个创立制度规模宏远的 这样一个评价 其实呀 我觉得 刘邦的这个治国安邦 他的策略 要总结一下的话 可以用三句话来说 第一句就叫 改宣一报 什么叫改宣一报 请以言行进法立国 强调暴政 到了汉高祖刘邦呢 很多政策的实施 是对情报政的改宣更章 简单的来说 很多事情都是反着来的 这个改宣更章 改宣一报 表现在哪呢 我们说两个方面 首先是思想观念方面 那么思想观念方面 有什么样的表现呢 我们说刘邦 他呢 入关中 约法三章 送出民意 所以说呢 汉初以这个否定情的暴政 作为一个标志 一切都是过去情作的 我们要反其道而行之 情严苛 我们就要宽松 它是这么一种思想 当然我们说呀 刘邦虽然有这样的意识 可是说并不等于说 他有这样的自觉 和这样的格局 他没有 刘邦本身就没有文化格局 所以大家知道 刘邦这个人呢 文化程度不高 江湖习气还挺重 所以当年立以机投奔刘邦的时候 刘邦手下的一个骑士就说嘛 说刘邦这人啊 是个什么人呢 佩公不喜欢儒生 以儒生的身份 带着儒生的帽子来呢 刘邦就把对方的帽子弄下来 拔下来 然后给他帽子里边杀尿 侮辱儒生 所以这位骑士就告诉这个立以机 你要想见佩公 你一定不要强调 你是儒生的身份 你看这就是当时的刘邦 对儒生不以为然 对人呢 动作破口大骂 所以这是刘邦当时的特点 这是起兵之初的事情 那么开国之后呢 开国之后 刘邦呢 这毛病也有 开国之后有一个文人 很有名的文人 叫陆甲 陆甲呢 每每跟刘邦讲这个 治国理政的时候 就引经据典 动辄引运的就是诗经上书 这些经典上的文字 结果刘邦就跟他说了 说什么呢 刘邦呢 骂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 乃公居马上而得知安事诗书 这话是挺不客气的一句话 我是靠马上打的天下 运施书有余用啊 结果呢 陆甲也毫不客气 针锋相对 来了一句话 说 居马上得知 您可以马上知之乎 你马上得到天下 你能马上继续治吗 行吗 这话问得质地有深 刘邦一听 怎么办 面露惭愧之事 说是这个 那就请先生您啊 给我赶紧把这个秦国 之所以失去天下 我之所以得到天下的 这个经验教训 以及古代国家 治国理政的经验教训 你给我总结总结吧 写写吧 我们大家好学啊 于是陆甲呢 就尽平生之学 阐述了这个国家 从亡的种种这个征兆 一连写了十二篇东西 这十二篇东西 最后积极成书 叫什么呢 新语 陆甲的新语 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写出来的 你看 这说明刘邦呢 他有意识地知道了 马上得天下 你不能再马上知 所以你就得要转型 要用这个文字的方式 得动脑子 按下来我们说 刘邦对儒家的态度 也有转变 这个转变集中体现在 汉高祖十二年 也就是他临去世那一年 那一年呢 他征伐这个造反的诸侯 回了路过哪呢 路过这个孔子的出生地 刘邦呢 运太劳之礼 即是孔子 主要知道 太劳之礼在过去 就是最高级的礼仪方式了 运的是牛 羊 猪 三生 都有 那这等于说 刘邦对儒生 对孔子的一种 崇敬和认同 这是很难得的 所以刘邦啊 我们说这个人 他的思想观念方面 矮宣意报的这个 转变意识 是逐渐加强 到最后 应该说 他有一种自觉性了 其次 就是表现在国家体制方面 汉代实行的是什么呢 俊国并行的 这样一个国家体制 刘邦啊 在楚汉相争的时候 当年接受利益基的这个建议 准备奉诸侯 他印都刻好了 结果张良回来了 张良一发现这个事 干净告诉他 巴不克 讲了八条理由 不能奉奉 我们说刘邦接受 利益基的这个建议啊 这属于什么呢 疾病乱投医 本来他就不想这么搞 所以说当即决定 把这些刻好的印销毁 不再提奉奉这茬了 但是刘邦不提奉奉 并不等于说 当时的天下大势 就不能奉奉了 我们前面交代了 刘邦称帝是七位 异性王 晕立他 称帝以后 他又封了一位异性王 那就是卢丸 灭了这个燕王 张图以后 他又把卢丸封为燕王 所以刘邦分了八位 一姓王总共 但是到最后呢 八王只从其一 只剩下一个 谁呢 长沙王 吴瑞 吴瑞最后是病死 那么刘邦呢 还为了防止这个 异性王在后世 死灰忽然 怎么办呢 刘邦跟臣子们 相约 杀白马 杀血为盟 盟是什么呢 非刘氏而亡 天下共击之 他跟大臣们约定 凡是不是姓刘的人 做了诸佛王的 你们都可以讨伐他 彻底杜绝 一姓成王的这个途径 这就是有名的 白马之盟 白马之盟 是彻底的使 一姓王 一姓诸侯 对国家政权的威胁 给解除了 但是呢 在封封攻城之时呢 刘邦呢 又封封了一大批 同姓王 刘邦为什么 还要封同姓王呢 《自治通鉴》 记载的理由是 帝天下出定 子幼空地少 惩情孤立而亡 与大风同姓以 正福天下 大家注意 这里边正福天下 这个田啊 是同甲制 我们应该读作正 正丫的那个正 那刘邦什么理由啊 他说天下出定 我的儿子还小呢 我的弟弟们也不多 所以说呢 他总结历史教训 秦怎么亡的 孤立而亡 秦始皇那么多儿子 他没封王 结果呢 真正谈到事儿的时候呢 没人真正的 实行实义的帮秦朝 所以说 他呢通过大封诸侯 同姓诸侯 希望通过这种手段 巩固汉的政权 所以刘邦啊 一共封了多少同姓王呢 封了九位 我们说刘邦这个 封封同姓王的这个理念啊 其实不仅仅是刘邦有 最早提出封封同姓王的是 秦的王丸 丞相 王丸提出要封同姓王 结果呢 当时被否决了 但是这种封封的 我们说这种思潮 这种思想并不因为着秦的灭亡 而彻底的杜绝 大家还在这么想 我们说 他封了这么多人 但是事实上我们也看到 刘邦啊 希望要依靠 刘氏宗族的力量 作为皇权的屏障 这是他的初衷和出发点 我们这儿要说什么呢 我们说刘邦 他知道 随着血缘关系的淡化 这些人难免有异心 那怎么办呢 他当时能做的 只是说 约束一下诸侯王 比方说 给诸侯王派去的 这个副 相等官员 都要求由朝廷统一任命 诸侯王你有郡国兵 但是这个郡国兵呢 不归你诸侯王来调遣 他做一些制度上的安排 来试图限制制约诸侯王的权利 防止他们伟大不掉 但是我们说了 这个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这只能叫权宜之计 那刘邦既然知道这个问题 不能从根本上解决 为什么不彻底解决 我们只能讲 刘邦实行郡国并行的这个政体 有他不得已的苦衷 他有他的现实考量 郡国并行这个政体的这个实施 这个做法 历代学者可以说是保贬有加 学术上争议很大 但是我们要说的是什么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困惑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难题 要面对 我们不可能搁带去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不能穿越 我们能做的就是 司马光所说的 加善金额取势舍费 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 资质而已 我们能做的就是这个 百姓安居乐业 是一个国家常治久安的基础 汉朝刚刚建立 经历了连年的战乱 国家经济早已残破不堪 人民饱受战乱之苦 资质通鉴中记载 老百姓有的为了躲避战乱 逃到了深山大泽之中 大量的轻壮劳动力 参与到战争中去 使得农业生产受到了很大的打击 为了恢复经济 稳定民心 刘邦实行了一系列 安民固本的措施 那么刘邦都采取了 哪些休养生息的政策 这些政策 都为老百姓带来了哪些实惠呢 那么刘邦 自国理政 我们要讲的他的第二句话 叫安民固本 《知之通鉴》记载 刘邦继位之后 登基称帝之后 就发布诏令 说军队不得修正已经八年了 外民饱圣战乱之苦 所以现在已经多取天下了 怎么办 要赦免天下犯崭刑以下的所有罪犯 我们说这是安定民心 从建秩序的重要举措 这很有必要 其实啊 刘邦在称帝之后 还做了一系列的安排 霸欠 君中士卒 财态士卒 恢复经济 恢复社会秩序 为此呢 刘邦又 积联下了两道重要的诏书 这其一 刘邦发布这个安民告示 讲啊 说百姓中有人呢 相距于这个深山大折之中 躲避战乱 这秦庸可原案当时是没办法 现在呢 现在还有一些人呢 没有登记户籍 所以这些人怎么办 如今天天下已经拼定了 你们都回到自己的老家 各回各家 各区各县 原来的地 还给你们回复 原来什么爵位 也都回复 回复大家的这个生产 然后呢 地方官员要根据律令 来教诲大家 处理纠纷 不得辨迟侮辱大家 不能再用严刑巨罚 那自治通鉴记载啊 跟下面我们要说的 另一道记载 它连在一块了 实际上呢 我们看汉书高地记 就会发现 这个记载啊 两个不同的版本书上 记载是有问题的 断句都不一样 那么紧接着 高地记里边 记载的第二道诏书 说什么呢 刘邦就宣布了 军中官兵 凡是决位 到了七大夫以上的 都让他们享运 封地的这个 租户的辅税收入 那么 非七大夫决位 以及以下的呢 免除个人 以及一户的 这个租税填辅 给你一个宽松的政策 让你安静乐乐 然后呢 立了功劳的士卒 也是根据军工 根据公级和牢级 我给你分配土地 分配房屋居住 你看 根据公级 根据牢级 是不是跟秦朝的 有点相似 说实话 差不多 但是 我们说 这个政策 在当时的实行 确实是起到了 安定人心的作用 《资资通鉴》 这方面的记载 是比较简略的 你要看汉书 班户的汉书 《高地基》里边记载 刘邦还有一系列的规定 比方说 平民在战乱以前的 身份地位 以及财产权 所有权 战后得到全面的承认 原来被迫为奴的 现在你还可以 解除你的奴婢的身份 你还可以做一个 普通的平民 老百姓 地方官员 欺凌大家的 落草为寇的等等的 动入深山的 现在都回来 这么做 等于说 使国家的编户 齐民数量得到了恢复 使一部分奴婢 重新获得了身份上的 这个解放 人生解放 安定了生产 恢复了社会秩序 我们说 历代王朝 谋求天下 知智的关键在哪 关键就在于 你政府对人口控制的 这个基数和比率 那刘邦呢 在汉初实行的 这一系列的 安民固绑的政策 确实大大促进了 这个汉初 这个经济 社会发展的 这个全面恢复 那么刘邦实行的 这一套政策 为什么能够起效果 有效果呢 他怎么让 士族回去 种地 这士族就回去 种地了呢 就能安居乐业了呢 我们知道 历来战乱 战乱完了以后 对士兵的安置 这就是个大问题 很多士兵一方面 习惯了打仗 习惯了这种 刀口上的生涯 你回去 回去他跟这个地方 这个老百姓 格格不入 融不进去了 这是大问题 为什么刘邦这个政策 可以呢 大学者王福治就讲了 他说汉朝 评鉴的是什么 巴蜀 三秦之地的 这个士族 起家 他打仗 运的是在哪呢 运的是 九江 其兆之兵 其地 兆地之兵 争夺天下 所以说呢 这些人打仗呢 他不在军人的 本土作战 不骚扰当地的老百姓 所以当他战后 回去以后呢 当地老百姓 都能接待他 都能容纳他 你要战争的时候 你跟当地老百姓 为仇为敌 伤害了当地老百姓了 那战后 你当然容不进去了 刘邦的兵 他不存在这个问题 后世的这个君王呢 他打仗运的兵 很多是无业游民 他多是招募的这种兵 这种兵呢 一旦卸甲以后呢 他无家可归啊 回哪儿去啊 你给他地胎啊 没安心种啊 也种不进去啊 所以说 战争以后 欠缓这帮人就很困难了 这是刘邦 和历代君王 不一样的地方 那么刘邦 他统一天下以后呢 对这士兵啊 他的这个浅善安排 做了周密细致的安排 结果呢 国家不浪费资财 农民呢 生活不知空洞 世族呢 有归属 这叫什么呀 这叫一举二三得 所以王副子讲啊 刘邦的这个决策 这种政策 这种安民固本的政策 这叫什么 这不就是有大略的人 能搞的吗 这行了不起 西汉建立之初 刘邦在选择都城的时候 开始并没有把目光 锁定在长安 而是选择了 离自己的家乡 更近的洛阳 而他为什么最终 又会迁往长安呢 刘邦定督长安之后 为了关中地区 能够迅速发展 把一批其储之地的 豪门大户 都转移到了关中 清代大学者王夫之 认为这种做法不妥 迁徙其储之地的 豪门大户 不仅不会给 关中地区带来繁荣 反而会影响 关中的发展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王夫之对于异地迁徙 又给出了怎样的解释呢 当然了 王夫之对刘邦的 其他的另一些政策 也有不同看法 比方说 异地迁徙安置政策 刘邦也搞过 刘邦接受了楼敬的建议 把这个奇地和处地的 这种豪族 这些豪墙 十多万人 迁移到关中 异地安置 使他们这些人呢 离开本土 放到关中 刘邦的眼皮底下 加强控制 王夫之说了 这个是一个收族意 刘邦的本意是把豪族迁徙过来 加强控制 可是这些人 其地的田市 如果没有渤海的渔炎之力 楚国的这些大族 如果没有云梦哲的水鹿之力 三折之力 他们这些人 世袭绝落之家 如果没有姻亲 没有朋友 没有追随他的那些人 小明 他就不能成为豪强 不能成为豪强 最后这些人呢 就会隆络 你让这些人隆络以后呢 时间一久了 这些人啊 彻底地就异化成 当地的平民 什么锐气也没了 所以 这个当年曹丕啊 曾经说过一句话 叫做什么呢 客居观众之人的后代 常常胆小怕事 异乡来的外来户 强龙和不压低头舌呢 你敢干啥呀 所以 这个客居之人 往往容易胆小怕事 所以王夫子讲啊 这话说得太对了 你最后把这帮人 十多万人都变成 胆小怕事之徒了 你对治国安邦有好处吗 王夫子就讲啊 他说 你迁徙民众不是不可以 平民可以迁徙 从那个生活极其恶劣的环境 迁徙到那个生活条件比较好的 让他富强了 这是好的 这是可以的 富强之民 最好不要迁 一旦迁离了那个本土 迁离了那个地脉 然后呢 实力一天一天的衰弱下去 身心强悍 那就会满腹怨气 没本事呢 没本事了可是消费的本事 生活享受的本事还有 所以会怎么办 交涉应益 奢侈浪费 所以说你看 这肯定不是好事 这到头了对谁好呀 对谁都不好 对前夕之民 对朝廷都不好 王富之的这个前夕移民的这个观点 应该说很有见底 那么刘邦治国安民的第三个要素 我们叫做建章立志 过去学术界有一种观点 叫汉成秦志 就是说汉代啊 很多国家的大政方政政策 都是承接秦朝而来的 所以我们前面讲 他有改宣更章的一方面 但是更多的是继承 这是汉代 他在很多方面 没有突破秦代的模式 知识通信先生就专门记载这么一段话 就讲啊 说汉初的典章制度 大体上都是延续秦朝的旧制 从天子的称号 到大孝官吏 以及公使官名 矮动得不多 这些呢 都记载在这个礼仪规范 这个典章制度 法律条规里边 藏之于朝廷 所以大家就不用再讲了 自然而然就知道 这都是延续下来的 虽然是改动不多 承接下来的 但是这里边也是有继承 有发展 也有改变 也有创造 我们重点说了一点 都不成的定都问题 看待定都在哪儿 大家都知道 长安 但是最开始定都 我们前面也简单交代了 刘邦在定陶称帝 然后呢 称帝以后就到了洛阳 一开始他定都洛阳 齐国的士子楼晋 楼晋就建议刘邦 说你别在洛阳定都 洛阳这个地方 不适合王朝的定都 你应该定都到哪儿呢 关中 那是这个定都的 这个行胜之地 楼晋提了这个观点以后 刘邦呢 真有点不大明白 刘邦就征求张良的意见 张良说 确实是应该定都到关中 为什么呀 关中这个地势太重要了 关中这个地势呀 所谓的城池坚固 就相当于有了千里长城 千里这个城墙 所谓的地利 这很重要 再一个呢 关中附属 附属就相当于有天然的福库啊 刘邦一听 当即决定 马上搬迁 迁都 到关中去 刘邦一开始迁都 到关中啊 这个当时咸阳已经被相羽烧毁了 所以刘邦一开始迁都 到关中以后 定都在哪儿呢 定都在秦的故都 岳阳 岳阳在哪儿呢 岳阳就是在今天西安的阎梁区 后来这个 温围中也体现了这种历史选择的痕迹 都城选址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地理形势 交通环境 人文因素等等 我国一些著名的历史地理学者 通过多年的研究 考证了大量的史实资料 为我们揭开了历代王朝定都的奥秘 在庞杂的史料中 我们看到的是多种学科相互作用的结果 都城的选址绝非单一的选择 而回到西周到唐朝的这段历史 都城选址绝大多数都围绕着 洛阳与长安这两座城市进行 刘邦夺取天下 也是把洛阳与长安 纳入到了首都的选择之中 那么这两座城市 他们分别有着怎样的优势呢 请继续收看 评说资质通建第二部第十五集 安邦大策 都城的迁徙 有什么样的文化意运吗 我们说一般来讲 都城的选择 第一考量的就是地理要数 交通要便捷 你这个都城去国家的每一个方位 东南西北应该交通差不了 不能太偏了 这是第一要数要考虑的 但是事实上一般建都不仅仅是要受到地理因素的影响 文化心理 交通因素 经济成本 敌国的威胁 国家的安全等等这些复杂的要素 都会影响到一个国家 一个王朝 都城的这个定都 这些要素都得考虑 那么对都城的这个研究 我们说 已故的这个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 谭其祥 史念海 侯仁之等等这些大师大家 他们都曾经有过专门的研究 而且成果很多 今天我们讲 现在有交叉学科 你看文化地理学 历史地理学 政治地理学 这些交叉学科都强调 文化环境和地理环境 对政治行为 它有非常非常重要的影响 我们老百姓秀个房子 还希望什么呢 要建在上风上水的地方 那王朝定都呢 要定在行圣之地 什么叫行圣之地啊 行就是行事 什么叫行事啊 我们国家著名的这个历史地理学家 周正鹤教授就指出啊 所谓行事 他说其实就是一种政治地理特征 他说居高临下 坐东正西坐北至南 它都是一种事 一是气势 二是地势 他说这种地理特征 运到政治方面 那就成为一种政治地理要素 他说这一点 在中国历代王朝的这个定都 抉择时候啊 是极其重要的 优先考量的 周正鹤教授指出啊 他说这也是一种 中国文化与中国人文地理的特征 而我们国家的定都 优先考虑这个问题 周正鹤教授指出啊 中国的这个定都啊 其实你看 从这个州以来吧 两组 一组 西安 洛阳 再加上开封 东西这一组 这一组都城啊 这个很有意思 它从西州到唐代 延续了两千年的时间 一直在西安 洛阳 这个区域 而且这两个地方 其实从地理上来讲啊 南北的位移啊 不出一度 如果加上北上的开封的话 那么这三个地方 这是中国定都的东西轴线 那么在这个轴线上 怎么定都呢 有一个规律 强势进去的王朝 往往定都 长安 西安 黄土高原上 若是守城的王朝 往往定都洛阳 它有这么个规律 那么受这个西安 它的地理偏向 以及经济 周边经济发展这个局限 定都 黄土高原 这个长安的王朝 往往把洛阳作为陪都 那么西汉定都长安 到了东汉 包括以后的魏晋 国立示威 所以说他们只能定都在这个洛阳 达到东晋 后来就又改到南京 这一国家的这个经济重心难移 有关系 中国古代啊 统一王朝的疆域 主要风布在黄河和长江流域 黄河流域 是文化中心 所以说从西州到唐代 2000年前 定都 就没有第三个地方合适 基本上 要么就是长安 要么就是洛阳 那么随着这个 经济重心的难移 就是长江流域 长江文明的发展 定都 又出现了个南北周向的这个便宜 从东晋的南京 到后来北京 这个南北周也是两个城市 南京 北京 先南京 后北京 南京 先是因为南京呢 有地理之变 交通之变 经济文化发展的这个发达 但是南京跟洛阳也有一个问题 是有个共性的问题 什么呀 四战之地 守不住 无险可守 所以 洛阳 南京 包括开封 都面临这个问题 都是无险可守 所以这些地方 往往会遭遇突发性的这个危机 所以定都 西安边 两千年 主要是西安 后边 只能是北京 没别的地方可选 就是这么一个规律 那么 这个规律之下呀 之所以北京后来能定都 我们说 一方面 中华民族 民族融合的这个进程 下坏了 我们把北部 包括东北的民族 它迅速地融合进来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的地理中央就不是西安了 北京成为地理中央了 从隋 隋阳帝开招大运河以后 可以说大运河打通了中国南北发展的这个 任都二脉 经济的血脉打通了 所以后边北京定都 也就成为必然 这是讲这个 我们说定都啊 北京和长安 西安 它天然地具有首都的气势 我们说中国的地理形势是 西北高东南低 西安呢 是以西驾东 北京呢 以北临南 都是以士取胜 这样建立的都城 项羽就不一样了 一位光凭自个儿的本事是想当然的 要回老家定都 结果呢 你回了老家 你就失去了地理之势 刘邦作战 相对项羽而言 不在自己的根据地打仗 在你项羽的地方打 项羽呢 损失的人力物力 全是自个儿 往来是自个儿应该收税的地方 所以啊 我们说项羽这个 跟刘邦楚汉相争 项羽的成本极大 负担极重 刘邦呢 先天占有这个地理的优势 此消彼长 所以我们讲楚汉相争 从一开始来讲 胜败的填平 实际上就已经倾向于刘邦 那么刘邦接受 楼敬和张良的这个建议 定都观众 效果我们很快看到了 后边几个诸侯造反 根本威胁不到 首都的安全 朝廷的根本受不到威胁 即便是后来 汉景帝时候的 无处欺国之乱 我们说 他也动摇不了国家的根本 声势虽然挺大 但是动摇不了国家的根本 威胁不了王朝的 这个统治中心 所以说呀 很快 短时间之内就被平定了 那么定都观众 当然了 对当时的汉朝 还有另一个考量的因素 那就是说 当时外族威胁 主要是巡奴 定都观众 那么相对来说 离巡奴相对的近 便于指挥 便于对巡奴作战 这也是一个考量艺术 刘邦定都观众 以后 接下来 他这个建章立志 这也是他的一个政治制度的一部分 对秦朝的制度 他做了简化 做了这个继承 做了一定的创新 我们要讲 制度再好 他还是要人来运行 请看下集 谢谢大家